記者 劉記偉 由善家俊 想問三條問題 第一就是問紅黃馬之前局長 或者是有些行會成員都提到 其實黃馬應該給一些密切接觸者 但今天的公佈好像沒有提到 其實是否在追蹤那個技術出現困難 或者是怎樣討論得來有這個結果 會不會進一步去擴展這個黃馬 給這個密切接觸者 第二就是想問三加四的安排 其實我們留意到之前計算 底港那天是第一的 現在改了是第二零的 是否跟了內地方面的做法計法 或者是否跟內地談完之後有這個結果 第三就是看到有很多檢測的安排 需要快測 尤其是黃馬的人士是要做快測 其實如何確保快測的結果是準確呢 或者如何確保他真的有做呢 如果真的沒有做的話 或者是真的進去食肆的話 其實那個法則是怎樣 麻煩你 好,我首先回答了某一部分 接著我請盧教授去說其他的 在黃馬方面是沒有計劃去擴展到香港的密切接觸者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現在呢 我們用紅黃馬是充分考慮到核酸檢測 應用在紅黃馬人士方面 可以帶給我們很精準的去識別他們不同的風險 在現在在香港密切接觸者這方面呢 我們是未能夠引進到這個核酸檢測 所以這個數據方面呢 我們是未可以有 而容許我們作任何的決定 所以在這個階段是沒有計劃 去將黃馬去擴展到本地的密切接觸者 至於是D0和D1的定義呢 我交給伊衛局局長去解釋 以及是講檢測方面的實際操作 老教授請 其實在本地的確診隔離的人士 以及本地的檢疫呢 我們都是採取了 當第一個核酸檢測陽性 或者確定它是一個密接的時候呢 它是用D0去做決定 就是說換句話說發生那天是0 是未進行了第一天的 而在醫學上呢 我們在很多這樣的計算的時候呢 都叫做第一天就是第0天的 當事故發生是叫做第0天的 所以這次這個呢 只不過是對齊了一個定義 而從一個檢疫的角度看呢 那個旅客剛到香港呢 其實沒有可能說它已經檢疫了一天的 那也都如果我們現在說的3加4呢 是要它檢疫了3天 那現在去看呢 我們會在第三天的早上 就它已經是會可以完成了這個叫做3天的檢疫了 換句話說呢 大部分的旅客是72小時的酒店檢疫 那這個是完全符合我們說的3天的檢疫 那所以那個數字 用回到港那天叫做第0 或者叫做第0日呢 是絕對準確的 至於快速檢測 其實本身是一個自我的檢測來的 我們明白這個是需要每一個市民 包括這些需要檢疫的人士 他們自己去做 也都是提供的結果的 我要強調一件事 這個違反檢疫令 是違反香港的法律的 一經定罪呢 最高是可以被罰款25000元 和監禁6個月的 所以在這裏 我也都要勸這些來港的旅客 他們要遵守香港的法律 3天的酒店檢疫之後的 4天的醫學監測 他們必須遵守裏面的所有的條件 包括了皇馬的限制 他們是不可以進入一些 疫苗通行證的處所的 也都他們是要每天做快速檢測 還有根據要求 在第4日、第6日、第9日 去做核酸檢測 這個是香港法律的要求 希望這些 這些內港的人士 他們必須要去遵守 否則 是會受到最高25000元 和監禁6個月的懲罰的 我說的是這麼多 我想再補充就是 這些人士我們是有他的資料的 即是說他有沒有去做這些檢測 我們是會知道的 我們知道了之後 亦都會跟進 他如果真是違反 原因是甚麼 在法律方面亦都強調了 違反我們的要求 剛才說過 法律上面是有懲處的 但我相信絕大部份的市民 都願意遵守我們香港的法律 而且我們這次的措施 已經是給了有關的人士 是很多 他們可以是進行日常活動的一些可能性 大家是去配合 我們的防疫抗疫的工作 就做得更到位 因為在多方面 我們都可以有更加多空間 去做一些新的措施 令到我們整體在防疫抗疫方面更有效 兼且是達到我們盡快可以回復 我們最大可能性的正常生活 在我們今天宣布了三加四方案之後 我們是會在機場增加人手 去確保我們相信在三加四方案之後 會多了人會利用機場去往返香港 我們會有適當的人手安排 在審查和執法方面我們都會加強 是確保我們風險管控是到位 應該是受到限制的人 它是符合我們的限制 如果真的有人會違反這些限制 我們是會採取行動的 最後一點我補充 就是在我們整體的防疫政策裡面 所決定採取的措施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是以風險管控的考慮去進行的 而剛才所講給大家聽分析的數據 就是說在三加四方案之下 我們分析出來的風險數據 是比我們在社區日常活動 所面對的風險比例 是一致的 甚至是更低的 所以我們在以最大的效益 而用最小的限制的原則之下 我們這次是採用了三加四的方案 因為我們深信我們的風險 是不會比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在社區傳播的會是加大了 和也都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之下 令到社會可以盡快有經濟活動 和回復我們正常社會 日常生活的盡大空間 多謝各位